看着 现在开始 概述了 资本上讲了差不多一节课 然后我们开始来一个实战 那实战的时候 好多些小伙伴啊 给我反馈 老师这接口很多啊 然后接着我会说我们今天学 五个接口 就五个函数 今天就学五个函数 其中有两个你是以前接触过的 一个forgets 一个forputs 那接着就剩下多少个 三个了 那你想一个地方 那接着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为什么说这么说了 原因就在于 你没有思考到本质上 就说你看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看大局 你是看盯着某一个小功能 你觉得这一个东西 我没搞清楚 那接着后面就没法弄了 而一方面原因是因为 你对前面的文件指针 没有理解清楚 你觉得和以前指针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 这个每一个班的一个弊端 所以我们稍微转一下 另外一点 实际上文件操作 就是不 应该应该是准确一点 就一个 首先一个 你需要一个 这个步骤 你看着 我等我写代码都围绕着一个 一个是打开文件 那你掉一个函数叫for 当然了 还有这两个函数 然后紧接着你后面就来一个 你根据需要就来一个读写文件 好 在这里面比较多 后面就是一个什么呢 关闭文件 好 f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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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那接着这个流程 这个套路都是这种 后面我就围绕 证明一种情况 没有变的 那些读写文件呢 我们今天会学有两种方式来读写 一种是 就是 按字符 读写 好 这一个就用一个 f get c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f put c 你看到 如果c就代表差类型 如果说是s了 什么 字符串是不是 所以说下面还有一个 你这个可以按字符串 也可以要按照行 因为它按行来作为按行来读写文件 那接着这一个就f get s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f puts 好 接着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文件结尾的判断 文件结尾 这一个判断 这一个需要花点时间 因为这一个特别不太好理解 endof 这个可以记的 endof file endof file 我是通过一个函数 当然endof是一个红码 这是一个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今天学习一个东西 那接着你看着 打开文件 你就看来读写了 读写完之后关文件来吧 要不读要不写 两个不要合在一起 你能读就不能写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通过移动光标那种 所以你现在发现了 有两个我们学过了 这一个我们重点围绕这一 这一个基本上不用怎么讲 那剩下的就是这一个 了解的这一个 这一个稍微需要注意一下 判断文件结尾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个就今天我们需要学的一些东西 围绕这一个 大家会配合一些代码 配合一些案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